这恐怕是一部不需要太多介绍的影片 毕竟诺兰就是最好的招牌 2023电影大师再出新作 带我们走进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的一生 为了更好地理清整个事件 我们会把原片打乱的时间线 整理成正序来讲述 好了 废话少说 马上开讲 奥本海默出生于1904年的4月 他从小含着金汤匙长大 父亲是纺织厂大亨 母亲是极有艺术涵养的画家 这样高的起点注定了他的不平凡 1924年 奥本海默在剑桥学习实验物理学 他对这项专业提不起兴趣 甚至往导师的苹果里注射剧图 差点把对方害死 好在一个全新的转机到来 丹麦物理学家尼尔斯·波尔来到剑桥大学讲课 这位大佬可是量子物理学的牛人 奥本海默在他的指引下 由剑桥转去哥根廷大学 深造理论物理学 在哥廷根 奥本海默迎来了新生 他最心于理论物理学的研究 体会着宇宙的奥妙 1927年年仅23岁的奥本海默 就顺利拿到了博士学位 他离开哥廷根后 到荷兰莱登大学授课 核词共振之父伊西多·艾萨克·拉比 也在此地 他起初还看不起美国佬来荷兰 谁知奥本海默六个州 就学会了荷兰语 还用他给学生讲量子力学 拉比对这位天才产生了兴趣 两人迅速成为好友 奥本海默也在拉比的引荐下 结识了沃纳·海森堡 海森堡是德国的物理学家 量子力学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虽然两人互相欣赏 但奥本海默必须赶回美国 因为那里没人在乎量子力学 他要改变这种现状 奥本海默一回到美国 就接受了加州理工学院 波克利分校的教职 他还成立了量子理论系 并与回旋加速器发明者 鄂尔兹特·劳伦斯成为了同事 这位劳伦斯教授在后面 也会参加曼哈顿计划 奥本海默的量子理论系刚开课时 只有一个叫洛马尼茨的学生过来听讲 不过是金子总会发光 他很快就在伯克利搞出了名堂 而且越来越关心政治 奥本海默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主动捐款 甚至还组织教师、工会一起捐钱 这一行为招致劳伦斯不满 他认为不该让学生在课堂上讨论政治 但奥本海默我行我素 不把劳伦斯的话放在心上 殊不知 当时的他已经被美国安全部门当成左翼 这也为后来的事情埋下了隐患 在任教期间 奥本海默经常跟弟弟弗兰克一起参加聚会 他因此结识了很多左派知识分子 大家热火朝天地讨论美国共产主义 在聚会上畅所欲言 其中一个叫穷的美共党员 彻底吸引了奥本海默 两人一拍即合打得火热 不过奥本海默始终没有入党 到时他弟弟弗兰克和弟妹 都打算正式加入美国共产主义 1938年一个重磅消息登报 德国的哈恩和施塔拉斯曼成功分裂出了油核 在核裂变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 所有物理学家看到这个消息以后 全都联想到了用核能源制造炸弹 每个人都想做第一人 1939年奥本海默的黑洞论文发表 不过被另一个重要事件抢光了风头 这一年德国入侵波兰 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当时的奥本海默还没感觉到战争靠近 他在跟穷纷纷和和纠缠不清之时 又陷入一段全新的恋情 这次的对象是个三婚女人凯蒂 她和丈夫的婚姻名存是亡 所以很快就跟奥本海默进入热恋 1940年凯蒂怀上了她的孩子 所以和现任丈夫提出离婚 敢在肚子变大前嫁给了奥本海默 在她投身爱情与工会活动时 爱因斯坦和其他科学家 给当时的美国总统写了一封信 建议美国抓紧研究原子弹 无论如何都要抢在纳粹前面 赵磊说 左倾的奥本海默很难加入曼哈顿计划 毕竟刚从德国移民的爱因斯坦 都没过得了安全审查这关 但幸运的是陆军少将莱斯利 哥罗夫斯出现了 著名的五角大楼就是由这位将军督建 莱斯利和奥本海默聊过天以后 发现这位吊儿郎当风流成性的物理学家 确实有两把刷子 而且让奥本海默参与原子弹制作 反而能利用左倾这一把柄 更好地控制它 奥本海默指出美国的进度 已经落后了德国18个月 德方的负责人是海森堡 他对原子结构的理解无人能及 如果想反超德国 就得看希特勒给不给力了 众所周知 核弹的研发立足于量子物理学 希特勒却称其为犹太科学 所以只要他被仇恨蒙蔽 剥夺海森堡的研究资源 德国的进度自然会慢下来 两人聊完以后 莱斯利力排众议 让奥本海默领导整个曼哈顿计划 后者将实验室选址 定在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 为了能让科学家携带家眷安心研究 并且掩盖制造炸弹的目的 他们直接在此地修建了一座城镇 学校 教堂 应有尽有 在奥本海默的游说 号召下 上千名科学家加入了曼哈顿计划 其中不乏共产党 同路人 而他们也指出了参与计划的重要隐患 如果没有通过政治安全审核 那么战后他们的职业生涯 就会彻底终结 要不怎么说 天才不一定是智者呢 这个问题 奥本海默就没意识到 在一众科学家中 有个叫爱德华·泰勒的人 在别人不想用物理制造武器时 他却觉得原子弹没意思 要造我们直接造个清弹多好 而后来 清弹的研发 确实由这位爱德华牵头 当普通人为生存金钱焦虑时 洛斯·阿拉莫斯的土地上掀起了一场头脑风暴 爱德华在推算过程中发现了一个隐患 奥本海默看完后 马上带着曹高纸去见爱因斯坦 爱德华的计算说明了一种可能 如果中子撞击原子核 再释放中子撞击其他原子核 那么到达临界点时 就会产生巨大爆炸 有可能河里面不会停止 反而会点燃地球大气层 害全世界人民一起领核饭 奥本海默想让爱因斯坦亲自算算 但对方讨厌数学 让他去找汉斯·贝特算 显然计算结果趋近于零 他们还得继续研发原子核 在计划进行到第二年 也就是1943年的时候 奥本海默的美共好友薛瓦利埃 带着妻子过来探望 并且在聊天中 有意无意的暗示 在曼哈顿计划核心圈里 有内鬼正在窃取相关情报给苏联 这可是叛国罪 奥本海默不想让朋友惹上麻烦 但又必须提醒美国 所以权衡之下 他选择拖延汇报时间 殊不知 这一决定为日后埋下了隐患 同时 尼克斯中将很不满 奥本海默跟可疑美工分子来往 所以把洛马尼茨 奥本海默第一个学生 提出了曼哈顿计划 他还警告奥本海默 绝对不能跟可疑分子继续联络 但后者没有老实听话 反而耐不住寂寞 又跟旧情人穷搅合到一起 两人共度一晚以后 再也没有见过 而此年 他就听闻穷自杀的消息 奥本海默得知噩耗后很崩溃 好在妻子凯蒂陪他渡过了难关 其实两人的婚姻早就超出男女感情 可以说 他们是相互扶持的战友 1945年5月8日 德国投降 但日本军队还没停下脚步 只有造出核武 才能终结所有战争 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 他们已经花费了数十亿美元 甚至一年能造出80个婴儿 就连凯蒂也再次怀孕 直到第三年 一颗名叫三位一体的实验原子弹 制造完成 震撼无心 三一之神 这名字是基督教三位一体的教义 既然一切都已经准备完成 那必须讨论要不要对日本投放 首先 珍珠港事件和太平洋战争 足以让军方获得美国民众的支持 而且美军结获日本秘电 得知日本天皇 拒绝投降 奥本海默作为领头人 为了尽快地结束战争 支持投放原子弹 他们预计投放在中型城市 大概会造成2到3万人死亡 为了展现原子弹威力逼日本投降 美方决定投放两次 第一次展现武器的威力 第二次表明如果不投降 就会继续下去 他们从日本11座城市中挑选两处 世报日期初步定在15号 整个基地笼罩在山雨欲来的氛围中 整整两天没有一个人合眼睡觉 不曾想15号那一日 天空不作美 暴风雨居然席卷沙漠 他们只能耐心等待雨停 莱斯利让科学家给个准确时间 大雨果然在黎明到来前停歇 1945年7月16日 大家退到安全范围 抹好防晒 戴上黑白的眼镜 倒计时的声音砸向每个人的心脏 那一刻的沙漠几乎寂静无声 一团高达12公里的火球冲向天空 耀眼的白光让人睁不开眼睛 方圆1.6公里内都有震感 这简直是某种神圣力量的可怕启示 奥本海默望着这团仿佛永世燃烧的火焰 距离的余震 撼动所有人的心 他们耗费了无数精力财力的实验成功了 奥本海默成为大家的英雄 次日两枚原子弹被运出沙漠 8月6号 原子弹小男孩在广岛爆炸 9号胖子在长崎爆炸 硕大的蘑菇云在日本的上空腾起 也宣告着脚肉机一般的二战落下帷幕 原子弹的研发为世界缔造了和平 如果把奥本海默比作普罗米修斯 那么为人类带来火种的代价 就是接受无穷无尽的折磨 对人性的参悟和对未来的担忧 就是日夜着实他肝脏的救瘾 奥本海默时常感觉那场核爆还未结束 因为他还深深的陷在余波之中 当时的总统杜鲁门接见了奥本海默 他想继续扩建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 打赢美苏的军备竞赛 奥本海默却直言 想将洛斯阿拉莫斯归还给印第安人 因为他觉得自己手上沾满了鲜血 杜鲁门听完 把手帕递给奥本海默 并问对方 你觉得日本人在乎是谁制造了原子弹吗 这话的意思很简单 就是别太把自己当回事 真正有权力引爆的人又不是你 杜鲁门示意国务卿送客 还故意大声说 我不想再看到这个爱哭鬼 结束这场并不愉快的谈话后 奥本海默接受了原子弹支付的名气 并想借助这种影响力阻止核武器的扩散 以及反对侵难研究 战后原子委员会的成员刘一思 介绍奥本海默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担任院长 并向对方抛出橄榄枝 让他做原子能委员会的总顾问 战一看刘一思是想跟奥本海默合作 但实际上他只想扳倒对方 凯迪就曾经提醒过奥本海默 你别忘了自己曾在国会上羞辱过刘一思 真正会记仇的小人跟圣人一样有耐心 凯迪所指的羞辱刘一思事件 是在几年前的一次听证会上 当时刘一思反对出口某放射性同位素 担心别国会用来制造原子弹 但是他并不了解物理 所以奥本海默毫不留情地指出 一瓶啤酒也有相同的同位素 难道他们还能用啤酒造核弹吗 此话一出引着听众哄堂大笑 奥本海默的玩笑话深深刺痛了刘一思的自卑心 因为他只有高中学历 但眼高于鼎的奥本海默 根本没把这回事放在心上 甚至还无意间讽刺过刘一思早年卖鞋的经历 不过刘一思最在意的一件事 是他跟奥本海默去见爱因斯坦的时候 刘一思不知道他跟爱因斯坦说了什么 导致对方直接无视了自己 所以刘一思认为奥本海默 故意策动科学家反对他 其实这完全是他想多了 与此同时 随着美苏冷战愈演愈烈 军备竞赛势不可打 1949年刘一思召开一场紧急会议 因为一架B-29轰炸机 在北太平洋上空侦测到辐射 从远程侦测滤纸的数据来看 这可能是内爆式分裂炸弹 俄方竟然在做原子弹试报 美国的技术本应领先俄国好几年才对 刘一思怀疑曼哈顿计划中有内鬼 向俄方泄露了美国的技术 奥本海默文言马上否认 刘一思认为应该立刻着手制造清淡 自年杜鲁门总统启动清淡计划 而这次的负责人就是爱德华泰勒 他终于得偿所愿 开始了对清淡的研究 奥本海默得知消息后久久不能回神 而新的危机也随之到来 美方查到了曼哈顿计划的间谍 此人就是英国科学家克劳斯·富赫斯 当初还是奥本海默让他加入了内报式炸弹研究 所以奥本海默也受到FBI的监视 不仅电话被人监听 家里的垃圾桶也被人翻看 刘一思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 他把奥本海默的档案交给了一个叫威廉·波登的人 此人写信控告奥本海默是苏联间谍 再加上当时麦卡锡主义盛行 奥本海默简直成了重点监视对象 1954年一场针对他的秘密听证会开始 之所以不公开庭审 是因为刘一思明白 绝不能让奥本海默公开发言 不能让他成为劣势角色 而是要有系统的摧毁其信誉 借此剥夺奥本海默的安全许可 这等同于将他打回平民身份 否定奥本海默为国家做出的一切贡献 这场长达四个州的不公平听证会 刘一思可是下足了心血 他专门挑选敌对奥本海默的人 担任这次听证会委员会的成员 所以每一次会议都是对奥本海默的折磨 他与穷的恋情 为了保护好友延迟上报的失误 每一个错误的决定 都成为刺向奥本海默的利刃 不过莱斯利以及很多科学家同僚 都愿意作证奥本海默具有叛国之心 他的妻子凯蒂也自愿作为证人登场 一直强硬地捍卫丈夫的清白 但关键时刻爱德华泰勒 却站出来背刺奥本海默 随着听证会渐渐地进入尾声 整场辩论最精彩的桥段上演 委员会的问题越来越犀利 他们逼问奥本海默对轰炸日本的看法 问他那两颗原子弹造成了多少伤亡 问他为什么支持向日本投放炸弹 却不建议大力研发清单 这难道不是伪善假生人的表现吗 说白了你只是想做核武史上最重要的人 这样夹枪带棍的指控 直击奥本海默内心焦虑的最深处 挟着的房间如同炸开了一颗原子弹 他感觉自己正在被核爆辐射制靠 最后这场听证会 判定奥本海默没有背叛国家 但是不予恢复其安全许可证 这恰好验证了曼哈顿计划召集人才时 那位美共科学家的话 当他们炸干了你的利用价值 就会将其弃之弊喜 1959年艾森豪威尔总统 提名刘伊斯竞选商务部长 不料科学家大卫 艾尔·希尔站出来反对 他指控刘伊斯因私人恩怨 动用植物之变报复奥本海默 这一丑闻让刘伊斯以三票之差落选 其中一票就是来自未来的总统肯尼迪 而影片最后也揭晓了 奥本海默跟爱因斯坦那次对话内容 两人当然没有聊起过刘伊斯 爱因斯坦笑称 你们都以为我已经搞不懂我自己的发明的理论 所以那个奖项并不是颁给我 而是颁给你们的 而现在轮到奥本海默来面对自身成就造成的后果 当有一天他们决定不再惩罚你 就会请你吃鲑鱼和马铃薯沙拉 然后发表一段演讲 再给你一枚奖章 但是一定要记住 这奖章不是为了你 而是为了他们 爱因斯坦用自己的精力 预示了奥本海默的一生 后来美国确实给他颁发了费米奖 推翻了撤销奥本海默安全许可的决定 不过这么做也只是为了国家而已 奥本海默的一生就像原子弹 他让全世界为之瞩目的爆炸发生后 留下了一地的灰烬 影片到此结束 整整180分钟的剧情 大段大段的闻戏 密集的对白 以及来回交叉的时间线 轮番轰炸 如果对曼哈顿计划的背景不了解 很容易看得头痛 所以解说为了理顺剧情 特意用正序进行讲述 但这样一来也破坏了原片的质感 变成了中规中矩的流水账 很像百科上的事件梳理 所以想感受诺兰电影语言的观众 可以先看解说 了解这段故事 然后再去观看原片 反正对于人物传记来说 表现手法对人物的塑造 远比故事的发展更有看透 感谢观看